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下去为何这般难受 生活567 铜炉养生游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潇洒铜炉郡 休闲养生游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567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 冬天进补 春来打虎 说的就是冬天的是滋补的好时节 适当的调剂饮食 加以补益 可以强筋健骨 充沛活力 迎接春天的到来 这不 我们的初心记者点点 就抓住了这个好时机 特地来到了一个养生宝地 那在那里会有怎样的滋补方式呢 我们赶紧一起去看一看吧 姐姐现在叩拜的这位老人呢 是有着中药敌祖之称的同居老人 我现在是在浙江省的同渡县 这儿的养生旅游非常地有名 你看最近吧 我这颜色确实是很差 还还长痘 所以来这儿就想寻到什么秘方 看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哎 姐姐啊 我刚才看到你扮我们这个同军老人 非常的诚心呢 那当然了 我是想来解决问题的 那你可就来对了 在我们这个同军山上 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 要不我带你去看一看 真的啊 赶紧走 同路线距离杭州市区六十多公里 地处前塘江中游 原代著名画家黄公旺的传世名作 复春山居图中所描绘的 秀美复春江流冠境内 山的尾岸 石的气势 水的凌韵 林的秀色 构成了同炉山水洞天 色彩斑斓的生态美景 近年来 同炉县依托自身的自然资源和历史底蕴 全力打造中医药养生旅游 慢生活体验区等 独具特色的休闲农业 潇洒同炉庆 休闲阳生地 耶 年号码 此月 Als Aquacad 吳疑 破棍 准庆 此月 最悟 自然 地 调 ventil 如果 忍振 姐姐啊 这位就是我们铜炉著名的老中医 徐子纯老先生了 这就是徐老师是吧 您有什么问题 问他就行了 徐老师您好 我是姐姐 好久不见了 你们看徐老师这个气色呀 鹤发童年的 我觉得找您解决的问题准没错 我是听说这边不是中医养生特别好吗 我说我最近气色特别差 我想让您给看一看 好的 徐老先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 老中医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行医治病已经将近有50年了 现在是同军药组国医馆的名誉馆长 虽然他已经72岁高龄 但是每周还会在国医馆出诊一到两次 要挂上他的号 可是要提前几周预约的 所以点点今天真是够幸运 老先生面色凝重 我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对你的气色来看 说明你的气色不准 什么姿势你不温容易怕冷 对我很怕冷 这个寒气的 但是你们内伙也偏望 你要调理一次钱的 我需要把你开路写开 开路 去高方前呢 人家写开路 对 您提到这个高方 我知道高方是很有名的 那您现在给我开的方子 还不是高方吗 不是 要在高方前做好准备 滋补养生小提示 高方滋补 高方又叫高剂 属于中医八种剂型之一 一般由20位左右的中药组成 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中医理论 冬令进补以高方为最佳 但是高方吃起来 可是很有讲究的 徐老说 吃高方之前 首先要吃开路方 就是根据每个人体质的不同 先开一些能孕皮健胃 理气化湿的中药 为高方的消化吸收 创造有利条件 开路方通常要吃上两周左右呢 所以点点 心急可是吃不上好高方哦 老爹啊 你看这儿就是我们 投入最大的铁皮石壶的种植基地 铁皮石壶啊 很名贵的种草药 大哥 咱们这儿石壶种了有多少啊 我们这个基地有250亩 250亩 然后我们在境外出现350亩 还有350亩 这么大的面积 那说明这个石壶的市场很好了 是啊 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啊 那这个石壶能卖到多少钱一斤啊 它这个的话是 你要看这些鲜品 还有就是干品 鲜的话基本上在两克 两块钱一克左右 两块钱一克 那就说明一千多块钱一斤了 哎呀真够贵的 那干品呢 干品的话在十块钱左右 在唐大医学经典道藏中 铁皮石壶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 具有异味生津 滋阴清热增强免疫力等作用 而且石壶不只是药用 还可以榨汁炖菜 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大哥这个就这么吃吗 这个你就把叶子去掉 叶子不吃 然后熬一截 就放在嘴巴里面 这样掰一截 就吃了 对 黏糊糊的 就黏糊糊的 黏糊还带点酸 带点酸是吧 大哥 刚才您说的这个有滋阴什么的效果 那那我能吃吗 能啊 我也能吃 男孩子就就不要 那他吃了我肚子里会有什么的效果 肚子里面 跟你一根 不管了 我先吃一根 好 不管了 在铜炉 不但有铁皮石壶种植基地 还有灵芝 柴虎等草药品种 以及银杏 红豆山 杜仲等 木本中药材 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一万多亩 青青白草园 悠悠草药香 在这草药种植基地走上一圈 点点也有几分 变长白草的感觉了 哎呀我这一篮这都是什么呀 看着大丰收似的 姐姐啊 你这次来铜炉 我一定把你给补得好好的 你看你之前是尝过了这个药补 那接下来呢 我要去带你去尝试一下这个食补 食补啊什么好吃的 去带你去尝一尝这个我们铜炉的国药养生宴 哇听起来好期待呀 没听过吧 带你尝尝去 哎呀 这么一桌好吃的 哎呀 这是原料吧 这不都是中药材吗 当然了 这个国药养生宴 那当然少不了这个中药吧 师傅 你好 这都什么药呢 这个我认识 是虫草花 对 新鲜的虫草花 这个呢 这个是人参 参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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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是牛磅 这是灵芝 哎呀 这个呢 这是青藤梗 是江南地边 药材 这十几种国药材呀 那等会儿就怎么吃呢 是该吃 炖着吃 俗话说 药食同源 国药养生宴 我们思议 就是将药材与食材 放在一起烹饪 但是食材和药材的搭配 也是很有讲究的 大厨师傅 就给我们提供了几个 养生药膳的食谱 鸡和青藤梗 放在一起炖 有强身 补气的作用 鸭子可以和笋肝 黄旗一起炖 牛肉可以和槟榔 当归黄旗一起炖 科学搭配的药膳 就能够让食材和药材 相得益彰 起到更好的滋补作用 丁丁丁 在你食补之前 我还要给你再来一补 还补啊 怎么补 咱们来个水补 水补 你看这两盘多酒 补顺盐寿酒 那个是大补药酒 风向还不同 它是根据每种药材的特性 它的疗效能也不一样 真是补品 那这个呢 这个我想你一定知道 你之前尝过这个 尝过 对 铁皮石壶汁 铁皮石壶能生吃 还有榨汁的 是 那这个 这里面泡是什么 这个呀 是用枸杞和石壶花泡成的养生茶 养生茶 真是 这边连饮品都这么多种选择 你想 你看看这么多 你想尝哪一种 我觉得 鸡不可食啊 我想通通都要 那好 抱歉啊 好浪费啊 那个啊 空屋 后来我就不用干活了 太多花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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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补过后 食补上桌 看这一桌多丰盛 师傅 这都什么菜呀 这是当归槟榔炖野猪肚 这个是青藤梗黄蟹 喂野神仙鸡 这个是虫草花野生浪花鱼 名字真好听 这个呢 这是太极养生粉 是拿什么做的 用黑米粉跟那个梗米粉 真漂亮 这个呢 这个是蛇虎汁 蒸虎汁蛋 那咱们不多说了吧 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大家赶紧开动吧 吃了 在铜炉 不断可以吃到活药养生宴 还有复春山居长生宴 君山农家养生宴等等 以滋补养生为主题的健康美食 而且养生菜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以蒸煮炖为主要的烹饪方式 而且少盐少油 尽量保持食材的营养成分和原汁原味 没点点啊 你看你这药膳也吃了 药方也开了 感觉怎么样 我这会觉得整个人特有精神 而且力量大增 那好 那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享受一下 做上足疗怎么样 足疗 这个到处都有吗 不就泡泡脚 我今天去带你做的足疗 绝对是宇宙不同 足疗还能宇宙不同 那是 看不见了你 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今天做足疗的地方了 你看 这里做足疗啊 大哥好 大姐好 这块是做足疗的吗 这里是啊 可是 这 我只看到一盆土 这也没有水 也没有盆啊 这是我们奢徒 特有的方法 医疗 医疗 这不就是黄土吗 这可不是普通的黄土 这是我们在后面的山上 一千多米山子踩的土 这土有什么作用啊 这个土 这土能消炎 它能去风湿 治疗角气啊 风湿 都可以 效果很好 这么多工序啊 可是你看 这个土很硬 然后在手上这样一磨 感觉很疼 这脚要放进去 皮儿不就磨破了 不是像你讲的这样 我们还要到山上 采下来新鲜的草药 把它融合到一起 然后 这个是在山上 对 就是后面的药骨 原来啊 这种用泥土来做足疗的方式 是当地奢足 特有的一种泥疗 要做足疗 就必须先做药泥 第一个步骤 就是上山采药 然后 再将采好的新鲜草药剁碎 用湿线熬好的中药液 将泥土和草药混合 最后 再放到大锅里 把药泥整出热气 然后就可以享受 这有着独特治疗和调理作用的 药泥足疗了 享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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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软和呀 而且还有热的那种温温的感觉 那要把脚都包住吗 都包住 全护住 对 脚不要动 这要护多久呢 这样的话一般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哦 我现在感觉这个味道特别好闻 因为它是那种浓浓的中药味 这不光能吸收草药的药液 而且盆底还有按摩球 然后可以按摩热 最重要的桶泥 它的这种密度 这个水也比较大 脚部有一种像里 这种渗透的感觉 更容易吸收 对 这等会儿我的脚一定会很白嫩 那肯定是 是会的 一定会的 一二三七 做完天然的泥疗 再用山泉水 把脚上的药泥洗净 天人合一的养生理念 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验 而在古老的奢族山寨里 还有多种流传下来的养生妙法 也让奢族的后辈们 各个儿筋骨强健 大哥 我看这边就是奢族的老人小孩年轻人都会练武功 而且每人练的都不同 是的 我们舍族 他的练的武功都是一种养生的 舍族特有的 因为他在健身方面 气功方面 养生方面 他有不同的特点 对我们的颈椎 肠胃 腰尖 腰尖 腿上 封 那个关节 有特异 这针对不同的病 都有不同的这个方式 对 那太好了 我最近就是因为这个颈椎吧 老还疼 这做什么动作好一点呢 那我教你几个动作 把这个颈椎 练习的颈椎的那个动作 跟腰椎的那个 可以舒展一下 哎呀太好了 整个人这个手往 这边的手往下插 这边手往耳根上去 把人用螺旋桨一样 上去 站上去 永远插上去 像螺旋桨一样 插上去 往耳根插上去 两脚 这个脚前面垫起来 一个脚垫起来 然后这个手放下来 这个脚退回 这个脚踏上去 也是往螺旋桨一样上去 人用力往人 单方插人 把天上的人插上去 是 像一棵树一样 插上 用力插上去 这样把我们的颈 把我们的脚下 垫上去 开养生药方 尝滋补草药 品养生药膳 想养生医疗 又学了这个养生的武术 哎呦 点灯这次补的可真是够全的啊 这种独特的中医药养生方法 和秀美的生态环境 也使得铜炉拥有长寿之香的美誉 而且啊 这里的长寿老人 据说还个个身手不凡 广告之后 咱们一起去那里 继续接着走 铜军山上玉明衣 圆河面色凝重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奢族山寨做足寥 为何黄泥包脚 三杯补品喝下去 为何这般难受 不要哭 生活五六七 铜炉养生油 敬请收看 潇洒铜炉兴 休闲养生油 耶 ヘア 坂靓奶奶 陈秀珍 白毛豆 山水玉秀所以人节地灵 铜炉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2.2%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20天以上 富春江 尊水江 碧波万起 流贯全境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中医药文化的积变 使得铜炉拥有长寿之乡 养生福利的美誉 中国化成潇洒铜 所谓中国化成 这里是山水卢化 城乡卢化 和谐卢化 因此我们热情的欢迎和期盼 全国的相关人士到我们杭州铜炉 潇洒一番 修修鞋度度假 晴云港测旅 直到他从内草莽人轻浮 全都累过个清晰维着旅 哎呀 点点啊 你真的划诚 我就只能给你唱歌了 我这不是补了一天了吗 这个劲儿都没输屎 你看你补的啊 你看 脸色也好了 痘痘也消了 最主要是力气也变大了 跟刚来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那还用说吗 这最新药膳 食补 咱们又去做了养生的毒疗 你说我这劲儿补的真是太大了 你干嘛 你的 我看这个父亲娘挺色 挺美的 要不再带你溜一圈 那走吧 走 走 走了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曾在铜炉县写下了《潇洒铜炉郡十诀》 用整整的十首五言诗来称赞铜炉的秀丽和潇洒 如今 铜炉让更多的人在山水之间放松心灵 放慢生活 滋补养生 如果你也想像点点一样来一个全方面的滋补 那么铜炉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杂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一网打上几万金鱼 它们有着怎样的绝技 让鱼跳起来赚钱 湖面之下究竟设有怎样的迷魂阵 巨王骨鱼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